那么所有的一切的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的那些文件 文件也好代表上签的合同全部失效 自动失效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根据联合宪章的他也失效 他也应该是他应该是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代表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 所以谁是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问题呢困扰了两岸的中国人 这一页张目啊 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解开这个谜 解零还去戏零人呢 这个这个这个谜是谁给戏零 这个这个零是谁给戏零呢 是因为这个这个国内就是国内西北坡就国内战争 就是经过这个这个国内战争 这个1949年的毛泽东呢宣布新新中国成立 但是这个宣布呢不是一个新国家 而是一个新政府 成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代表中华民国的新政府 这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这个这个文章的这个的宗旨 所以呢 看来呢这个中国人给自己也啊布置了一个陷阱 就是把自己呢啊 这个把自己和中华民国呢分开了 这种分开呢 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分开 而在联合国呢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这个不是这个位置啊 中华民国国家主体的定位呢 依然存在 所以说呢啊 啊中国中华人民国国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中国政府历来不愿意承认这一个事实 啊 因此才给了台湾呢 啊 从这个李登辉到这个呃 到连战 以及到这个马英九陈水扁 蔡英文产生了一个错觉 错觉呢 就是中华民国裁判是一个国家 这个是违反啊 这个联合国2755号决议的 因为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啊 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宦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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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混淆不清的 就是从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领导的新婚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位 不是一个新国家 而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所以中国 这个领导人从毛泽东 邓小平 以至江泽民 江泽民 还有这个胡锦涛 习近平 今天 都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 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们在这个 历史的过程当中 形而上学的错误犯的太多了 所以说 我今天就给他解离开 谁能解开这个呢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联合国 所以我分别要再给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 提交一份 这个五大联合国案例会来重新来审核和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 另外另外补充就是说补充和2758号决议的修正案 另外呢 我既然是如此 既然历史的 真相就是如此 我们希望美国特朗普总统啊 你看清这个形势 干脆 做一个好事 成全一下两岸人民的统一 把这个台湾呢 打包送给送给这个中国政府啊 你说的很好 对吧 中国 台湾就是一个笔尖 那么那么从我们的历史 角度来讲呢 你如果完成了这个奇迹 奇功 就是给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啊 这个话题为友 这个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那么我们就怎么话题为友呢 就是 中国解决一个世纪大难 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 毛泽东、邓小平和胡锦涛 从1971年2758号决议生效 以及习近平都没有意识到谁是联合国宪章的中国的国家主体 那么我们就告诉他 大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宪章上代表中国的国家主体 国家主体经过联合国2758号决议废除了 原来蒋介石的代表能够代表中华民国这么一个历史的错误 也就是说 今天我在华镇镇这里给你出一个建议 你愿意听就可以连任 因为现在选情出现了越来越不利于特朗普竞选的一个趋势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破除两岸 我们就要给特朗普提出一个六万画面右一村 这个一村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说我们支持 所以这么讲呢 就是要 出这个要考虑大局 考虑世界未来的大局 把握这个大局 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中美合作 但是 中美怎么合作呢 中国怎么才能不是美国的威胁呢 那么 就是要 跟 把中国人呢 作为朋友 在这边 对 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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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